指挥家米田爵士和恒斌小交响乐团合作的威多芬第九交响曲 24岁的脑性麻痹患者宇多美西瓦 只用一只手指便和交响乐团合唱团 激荡出最终乐章欢乐颂 澎湃汹涌的感人旋律 这都要感谢人工智慧科技AI技术的自动演奏钢琴 于洲美小学开始学琴 发病后她也不放弃 就算手腕手指都失去了控制 她依旧努力地练习 以食指敲打琴键来弹奏 这感动了她的老师 于是和日本乐器大厂深夜合作 在2015年研发出了这一台AI自动演奏钢琴 她能够跟随乐曲的音符辅助演奏者 按照演奏者的需求 跟着弹奏出乐谱上的音符 还会配合演奏者的节奏和风格来调整演奏 这场在东京三多利音乐厅所举行的年终耶旦音乐会 共邀请了三位声障者一同表演 除了一座美西瓦之外 还有39岁生来右手只有三根手指的东野宽子 以及10岁罹患罕见疾病 先天性肌肉病变的骨川有理奈 全身无法动弹的骨川平躺在钢琴前 左背跟着节奏挥舞 用右手的手背大力的敲击琴键 其余的音符全部交由AI完成 联中与乐迷共享岁末是许多乐团的传统 横冰校交响乐团 今年与三位声障者共奏的乐曲 深深地触动了现场观众们的心 何ていうかもう本当に久しぶりに心が震える時間を持てて 私にとっては今年で一番のなんていう素晴らしい時間をということで もう感謝感謝です 上手い下手みたいなのが本質ではな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で 誰でも弾きたいって気持ちがあった時に弾けないってのが一番辛いので それができる 誰でもできる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音楽全体に通していいかなと思うし 恭喜新婚 往后の兵役